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疯狂猜电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小男孩从出生开始就被妈妈不断杀害的电影 影片开始是一个小男孩坠崖的画面 路易是一个从出生就不停发生意外的小子 经历过难产,被吊灯砸中,被蜜蜂蜘蛛咬过 全身80%被点击过,还曾经多次中毒 在他9岁时,爸爸妈妈带他出去郊游 又坠落悬崖,掉入了冰冷的大海 救援人员用直升机将他打捞了上来 经过救援,医生宣布了路易死亡 另一边,精神科的医生帕斯卡在台上演讲 讲述他从四五岁就开始梦游的事情 这时被确认死亡,准备冷冻的路易突然不停的抽搐 被重新推回去抢救 帕斯卡医生被邀请对路易进行治疗 经过抢救,路易活了下来 这时昏迷中的路易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的脑海中回忆起了小时候 为了不让妈妈哭泣 和妈妈一起去见心理医生的画面 在现实中,昏迷的路易被医生送入了重症监护室 医生从妈妈的口中得知 路易是被爸爸推下山崖的 而在路易的脑海里继续回忆以前的事情 他得知自己不是父亲皮特的亲生儿子 现实生活中,路易妈妈因为长得很漂亮 非常受男士的欢迎 而在路易的脑海中继续回忆跟心理医生的谈话的画面 因为一些原因,路易的妈妈和心理医生发生了争吵 并表示以后不会再来了 而此时出现了一只怪物 回到现实中,路易妈妈和帕斯卡在公园交谈 告诉帕斯卡,是因为自己不让路易再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 惹怒了皮特,导致他失手把孩子推下了悬崖 这一时,昏迷的路易醒了过来 说了一句,要去找爸爸又昏了过去 在他的脑海中,皮特与他告别说他要回奶奶家 警察在调查路易坠崖到底是谁做的 帕斯卡找到路易妈妈了解情况 原来路易是他跟别人一夜情留下来的孩子 在路易还是婴儿时,他向皮特求助 皮特为了他与自己的妻子离婚 跟路易妈妈在一起了 这一切,路易和旁边的怪物都看在眼里 而在现实中,路易的奶奶想要来看路易 但是遭到了妈妈的拒绝 路易的奶奶表示自己的儿子是不可能伤害路易的 因为皮特很爱路易妈妈 不久检查来通知已经找到皮特的尸体 奶奶崩溃大哭 而在路易的脑海中 怪物带着路易来的悬崖边 让路易再次跳下去 跳下去以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山洞 这时路易才明白 眼前的怪物就是他的爸爸皮特 经过一系列的侦察发现 这件事的真相是 在掉下悬崖那天 路易的妈妈想要为他吃毒的糖果被爸爸发现了 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在吵架的过程中 妈妈把爸爸推下了悬崖 看到这一切的路易为了满足妈妈的愿望 也选择自己跳下了悬崖 原来路易从小经历的所有事故 全部都是妈妈造成的 妈妈则被送入了精神病院 她得了一种代理性孟乔森症候群引发的精神病 又伤害别人 通常是孩子来换取爱和关注 电影的最后路易获得了解放 她的妈妈被看守起来 可意外的是她竟然再次怀孕了 电影结束 摩埃是伟大的 可是看完这个电影 忍不住细思极恐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本期我们讲到路易·德拉克斯的九条命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下期精彩继续